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选了一条轻松容易走的路线 去交游 地点是西贡盐田寺 在西贡市中心乘坐街船 入到盐田寺 来回的船票是50元 船程大概20分钟左右 主要进来是逛逛逛逛逛 如果大家不想走山或是很辛苦 走这些轻松路线都可以 这两天都下雨了 今天天气都阴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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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只船差不多包船 去到下船那里 出奇地天气很好 都很有太阳 跟今早完全不同 下午很有太阳 我也要担遮 即时戴上帽子 说明这个地方是盐田寺 这里当然是盐 一到码头 走近一点 有保育中心的资料 可以参考 参考 如果看盐 要约时间 以及在里面的街道 帮你去看 那边的街道 附近也有一些小食店 也不怕说没有东西 也有些小食店 可以在这里吃下东西 也可以在这里吃下东西 现在下去 就是一个 盐田的场地 然后就是下去 今天沒有開放 我算是黑仔 沒有開放 所以沒有進去看 這個告示牌寫著 今天暫停開放 我都來到 到處逛逛 看看這裡的風景 逛逛逛逛 發掘一些地方 來到這裡 這個橋叫玉桂橋 在這裡逛逛 拍照 自己又在這裡玩一下 航拍 走到另一端 最前那裡 那裡想去 哥爾夫球場 哥爾夫球場 大概要走一個小時 挺遠 而且哥爾夫球場 好像要預約 才能進去 所以沒有進去 走到這裡 休息一下 在橋上 走到這裡 走完這個橋 出來 有個叫雙子亭 可以在那裡 休息一下 吃一下 吃一下 小朋友 叫做派 馬上大約 走完 去到那裡 後來 走過廢墟 經過廢墟 那些 古蹟 廢墟 那些 其實這個是以前的教會 來的 進去又 看看 說明今天是客人,就到處逛逛 這個寫有聖經上的經文 ,默留著冷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有特色的 特不特色就是見人見子 有些廢墟 有些東西看看 現在這裏就差不多走了一個圈 這裏就出去 就會見到碼頭 其實都是圍著一個圈 今天整個行程 加上我玩航拍 用了三小時左右 這樣就走完了 今天也有太陽 你看多藍天白雲 天氣多漂亮 今天就分享到這裏 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分享和讚好 謝謝